乔 这是今天我们的路线 我们是从这个 这个Borne是我们的第二站还是第三站 我们从The Mart 侧马特 然后到Borne 然后到这个La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Bissango 现在是在这儿 然后下一站 我们要顺着这个绿的线 一直到这个Digene 然后Digene 然后我们再到Paris 从巴黎再穿过隧道 欧洲之星到伦敦 所以今天我们好多站 一共几站 我数一数 好像是六站 这个Borne已经是 从侧马特已经是 中间还有一站 叫Vizem 一站 两站 三站 四站 五站 六站 七站 八站 八站到巴黎 九站到伦敦 而且到了巴黎之后 我们还得从这个 普通的这个火车站转到欧洲之星火车站去 今天一共转九站 哎呀 这个旅游可是太艰苦了 今天我们要从 侧马特到巴黎 然后再从巴黎做欧洲之星去伦敦 这是一个非常长 漫长艰难的旅程啊 中间我们坐普通的列车 因为我发现普通的列车人少舒服 比那些高级列车人满为患啊 特别热 而且那个还要加钱 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来找列车的 今天要转四次车 瞧这个 real planner 就是火车计划这个软件啊 打开它 open it please 然后我们就输入 输入 from the mart 就转 from Switzerland the mart to to Paris 去巴黎 然后再打人从哪儿到哪儿去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计划出来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计划出来 然后第一站是到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儿 在这个地儿再转车到 Burn and the next one is from Burn 出来旅行真的是需要体力的啊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倒车了 这是Burn车站 要从这儿再倒一次才能到巴黎 这个车是我们在瑞士乘坐的最后一个车 也是一个新车 公司叫BLS 不是那个SBB了 这个车更好 人看人少 这是在Burn车站 然后才乘坐这个 就是26分钟 然后我们就要 转成法国的火车了 从法国的火车再到 直到巴黎 从巴黎 再坐欧洲之星到伦敦 这次做了所有的 欧洲的几乎这个普通火车 高级火车 就是这个车 BLS 我们现在在瑞士的一个重要的金融城市 叫波尔 翻译成中文叫波尔尼吧 它是以金融与银行业比较发达而著名的 因为都知道瑞士除了什么手表啊巧克力啊 还有它的瑞士的山水比较漂亮 还有就是它的瑞士银行嘛 从二战期间它就是帮助什么日本啊 那些国家的包括中国呀 还有俄罗斯啊 这些有钱的人在这儿不记名啊 它主要是不记名存款 然后呢瑞士银行的信誉比较好嘛 它对客户这个保密啊 所以瑞士它的金融业也是很发达的 欧洲跟美国一样啊 它的大城市也不怎么漂亮 都是那些度假小镇才非常漂亮 其实美国的文化就是远去了欧洲的文化嘛 它是比较奉行这种小镇文化的 刚才我们从这个波尔尼过发现它那个城市 也是不好看 但是到了现在到了波尔尼郊外了 这是它郊外的一些家庭农场 一样种的是玉米 他们跟美国一样也是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上啊 盖个房子就在这儿来耕作了 我们到玉米 这已经是第三次转车了啊 我发现这个 在欧洲旅行啊 你不仅仅是需要体力的啊 还是要需要智慧的 今天我们要转六七趟车才能够从赤马特小镇到这个伦敦去 多亏了带着我儿子 现在我发现小孩们比大人要聪明机敏 他这个导车吧 不仅仅是导车 因为我们是从小镇子到大城市去 他都没有直达的车 可能有从博尔尼有直达的 但是那个你还要加钱 我们也不想去订那种车了 特别挤 你还没有座位还不能上去啊 买了票没座位也不行 多亏了带着我儿子来了 我儿子 你得下来 他倒车吧 时间特别紧 就给你什么九分钟时间 十分钟的时间 小孩他从那个屏幕上查查询 在哪个站台 然后带着我们蹭蹭蹭的走 要是我的话 我跟你说 我这个 磨磨叽叽 磨磨叽叽的 我去查 去外面查 九分钟肯定不够 刚才在博尔尼 越大的那个城市的火车站 他那个站台距离越远 我要是在查的话 肯定就晚了 晚了就不定到几点去了 这是第三次转车的地方 上一站是博尔尼 来了 这个又是SBB的 这车真好 真清静 没有别的人 这整个一车厢 就我们一家子 是我们的专列 非常幸运 坐这样的车 觉得比较舒服 尽管它不像什么冰川列车 装修的这么好一些 这个座位挺普通的 但是只要人少 你就会觉得凉快舒服 那个再高级的车 它也是人多了之后 他们这空调 这个瑞士我是夏天再也不会来了 因为它没有空调 昨天晚上都把我给闷醒了 闷热 开开阳台的门子了 而且我特别喜欢 这SBB普通列车的 这个卫生间 它卫生间特别大 这个还算小的呢 前天我坐的那个卫生间 比这个大还要大一半 瑞士的农场 家庭农场 跟美国的一样 都是 大部分都是种牧草 我看打着一卷一卷的 这是他们的伴儿 每次都是非常积极的跑到这个屏幕这儿 来查下一趟车 在哪个站台 因为查完了可能是赶不上了 只给10分钟9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已经是第四次倒车了 第四次倒车去 法国 途经法国去伦敦 现在变成了这个 这是法国的车 这不再是瑞士的车了 法国车的卫生间也挺 大的啊 挺干净的 太好了 又是没杀人 我们又可以坐一个专列车厢了 这是站的名字 这法国的火车凉快 就是停着没动 刚才它都有冷气 可凉快呢 比那瑞士那个 瑞士那一停下来 就那冰川列车那么高级 一停下来 就一点风都没有 走动起来也就是有点凉风 它不是冷气 看来人家法国铁路公司比较实在啊 这个瑞士铁路是收费最高 但是连空调都舍不得给 有点做生意有点太不实在了 到了这一站了 这是第五次转车了 这还是法国的列车 这是法国的另外一家公司了 它叫SVCF 还是叫TEN 今天我们做了 都记不清好几种 好几个铁路公司的车了 转了七站还是八次 还是记不清了 转了七八次 终于到了巴黎了 然后从巴黎再去欧洲之星火车站到伦敦今天 别看这个巴黎的车啊 看着外表上灰土掏脸的 就是挺旧的啊 但是里边的空调挺好 我觉得那个冰川列车是金玉其外败气其中 这个是表面上不好看 但内在品质还可以 你说坐个火车没有空调 刀死罪了 到伦敦了 终于到伦敦了 今天倒了第九次车了 太非常特殊的一天 欧洲之星这个车站 伦敦站盖的多豪华呀 它就是靠这个卖高价票 因为它知道你去了 你这个你就必须得走啊 必须得坐它的车 它卖两百多 然后跟这个欧铁通票 合起火来 拿出那么几张 所谓的几张这个给欧铁通票的优惠券 其他的他就不卖 他有票他也不卖 就非常那天特别气人 就说 哎你要是二百多美金买 高价的我就有 有座位有票 你要是用欧铁通票 因为欧铁通票一张才二十多嘛 但是我们已经花了一千多买了欧铁通票了 说就没有了 还就是这么去人